大家好 我是你们的老佩妙哥 前不久我在等红绿灯的时候 发现前面一台新的迷你 可能是个车主刚买的车 发现它的副驾驶的门没有关紧 而且当我过了红绿灯 我发现它的副驾驶居然坐的是个孩子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是当时的我新车距离一路都的情况 前方我会等路口请指示 门没关紧 门没关紧 我今天来进行给大家实验一下 我们这个车门假如没关紧的话 车子在高速行驶的时候 尤其是转弯的时候 会不会出现门直接打开了 然后能从车上滚下来的情况 大家看到我先把这个门清晰的这么一关 这种状态 其实这个门是没关紧的状态 但是这个门我们可以扒开吗 扒不开的 然后我们知道这个门锁的结构 其实它是分两部关的 如果我们再往里面推一下 它又关进去一截 所以说如果我们关门只是关到这么一点 大家看到听着一声响 咔嚓一声响 这个时候是不需要什么力气的 甚至你的车子 你没关门的话 你正常跑起来 加上风压 往下压 加上门的重链 它亲切的往里一扣 它都能够关到这个程度 这就是我们车门的设计的时候 给我们设计了第一道安全防线 我们从车内去看一下现在这个状态 我刚才这个门只关上了第一道锁 可以看到我的车子会提示 我的副驾驶前面这个门是没有关的 虽然有些车子没有这个提示 但是一定会有这个提示 也就是说在你的车子一跃旁上 一定会有一个红色的小车显示 车门打开的图标 大家看到我这个门现在只关了一截 也就是说这个只关了第一道锁 这种状态 大家看到 我可以摇动 可以换动 但是我能推开吗 我先试一下 推不开 我已经用了很大的力了 我不担心这个门会推坏 这个门在设计的时候 其实它考虑这个问题 就是你万一没有关门 它会以一个比较微小的力 打开你的第一道锁扣 这样的话 虽然你的车上显示没没光 这个也可以换动 但是一般情况下 直接不是非常极端的情况 人们不会掉出去 所以这一点设计还是比较靠谱 比较保险的 但是这种状态下 这些锁扣它都锁不上了 大家看到 我搬回去锁上 它就弹回来了 它锁不上去 大家看到 我现在再把它关上 它是要稍微用一点点力 好 这个时候我再来摇 它是没有任何活动的空间了 也就是说 我现在关到了第二重锁 也就是说这个门真正是关上了 所以我们这个车门设计的时候 它是分两个锁扣 一道锁和二道锁 一道锁不需要什么力 轻轻一扣 它就能扣上 这是防止你万一没太注意 门没关上 防止车内的人甩出去 第二道锁呢 是关完之后 这个门整个就 整个密封圈 这一圈的相接密封圈就密封上了 而且门也彻底关死了 而且关完之后 你可以看到 这一圈的话是平整的 你是看不到这个高叉了 这代表完全关上了 全部关好了之后 你可以看到 在里面看不到任何门 门没有关的图标 如果我现在把门一打开 是不是 这个图标就亮起了 我要是全程门都关上的话 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图标它就消失了 虽然说我们的门没有关好 没有光炎 只需要一个清醒的力 它就能够把门的 定义从手后打开 在里面 基本上这个门 也不会轻易掉出来 但是我们还是要 防止意外的情况发生 尤其是我们作为司机 我们在开车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 我们仪表盘上的红色图标 出现红色图标的时候 一定要停车检查 你看一下 如果你出现了 这个一连车 两个门打开的图标 肯定代表 你某一个门没有关紧 这个时候就要检查了 尤其是 如果你带了小孩 而小孩在副驾驶 或者小孩在后座的情况 如果你是单排坐的 小孩子没有后座 只有副驾驶的话 那就更加要注意了 万一真的 每每有光源时 小孩多事 轻轻把扣一扣 它就门就开了 这样的话 很容易掉出去 如果你觉得喵哥 讲得对于帮助 给喵哥点个赞 给他关注 同时 我们把这个视频 可以转发一下 让更多的家长知道 关爱孩子 就是关爱我们自己的未来